詞曲 李宗盛 陳雄 編曲 編曲 台語 詞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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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進行比較刺激的 好 歌詞上都有題目對不對 都把我們的題目對不對拿出來看 這樣的話我們就對了切記基本款的原因 用我在尋找模擬圖我兩個方向 第一 你有要反映出基本款的法律嗎 還有十四款 第二個 考古的題我原則上就盡量不出 除非我去抓國家考試 因為我相信初級的老人 實在入這個部分 他會派一個參考 那不參考過去的教學教職 那參考國家考試的題 所以各位手上第一章 我們先看選擇的題材 基本款 所以你看 等一下抽一下 等一下給老師 可是我來推開轉作 還要費抽 沒關係 反正你的腦袋瓜 就是背對鏡頭 對不對 又不會很知道你是誰 你並沒有被道路在比方 所以大家對道路非常影響 好 你看第一題 第一題是什麼 校園霸靈我就是 所以你看你就知道 這是教育基本法 眼睛出來 這是基本法 每年都這樣 他教育基本法 要不然就是考校園霸靈者 再不然就是考你說體拔的 規定來自哪裡 就是教育基本法 不准體拔 不准霸靈 對不對 好 那答案我就幫你標了 那那個細節我不多說 因為它定在那個規則裡面 對不對 這就是基本法 原來它就是會 它就是會怎麼樣 特別去抓其中一般容易誤解的地方 所以你去標示的時候 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有點搞不清楚 你自己畫表格 比如說像我剛才講性別平等 性別平等教育法的時候 我不會一條一條去背 你看我會直接講教育 性平法要我們怎麼教育學生 老師要有性平感情 你就畫一個表 比如說是對象時數方法 這樣你自己比較快 你知道一條一條背 沒有再考你條文了 這是考內容 它不會背你第幾條 所以你不用擔心那個問題 你只要知道事宜的作品 這很重要 好 那成立什麼單位去調查 單位是這樣 好 我們用題目來代理比較快 大家看第二題 這就是國教法的成績平洋者則 各位 如果你還有殘留印象 你按下短規的時候就知道了 這就是考內容 為什麼答案A是錯人 有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人來抽一個 被抽的人會不會很痛苦 不會喔 好 你看 都沒有人說 會喔 那我叫錯囉 雖然大家都戴著口罩 但是我已經 就各位的印象 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 來 安婷 安婷在不在 有安婷這個人吧 我有第二個安婷 來 安婷 為什麼第二題 答案A是錯的 OK 大家知道嗎 兩分 拿到了 教解兩分 沒什麼 教真兩分 你能贏過二十三十個 同分人超多 念考起來很困難 好 這就是我講的國教法延伸 那他有時候不考專 可能考常態的邊班啊 或他考你國小 按照國教法邊班 原則上一班幾個人 你現在去實習過大師 你去看那學校有沒有超過那個人 基本上都不會超過 會超過這個一種可能 額滿學校 很像副小 如果滿它就有可能 因為我們的法規寫 原則每班二十九 你有時候會看到 欸老師不會啊 那個某國小 永康某個國小就裝到三十倍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一年級分完了 每班分到二十九 結果還剩幾個 十個 我問你 你說這十個要分到別的國小區 再加上給你班點 你們教室都還坐得下啊 你一共一個年 一年級一共有八個班啊 你每班再放一個 咚咚咚咚咚咚 我就好了 那再兩個 再咚咚 會不會這樣 會 會 你等人去看 為什麼 因為家長不能忍受說 那我就是要念這個啊 會滿就念這學校比較熱 就滿 滿了以後你跟他說 每班再收一個 不行 要他分到別的學校 我跟你講他不會 只要你通常會接收 好 就再多一個 但是如果多太多 那就真的不行 多太多怎麼辦 兩個辦法 一 整班 懂嗎 直接多給你一班 那就好 那我多給你一班 這個多出來全部裝在清班 或者是全部打散 重新除一次 如果多說二十幾個 那我就跟原來的學生 按新班結束 再除一次重新分配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是一個辦法 所以紅的學校 他就是為這樣 所以通常你去的時候 二十出頭 或是十五六出頭這樣 就是很正常 一開始就這樣分 好 我們看第三題 這個是我沒有寫在這邊 為什麼 因為我是覺得這一題 就是偏遠地去學校發展條例定 因為這是很特殊 只有在偏鄉學校才能騙這一種 那各位如果將來還沒考上正式老師前 這是一條路 除了代理教師以外 偏鄉的專聘教師可以考 至於為什麼你上課有講過 你就不多說 一 薪水正常跟代理教師一樣 第二 你的職稱聽起來不像代 沒有代這個字 所以台灣明明是代理教師 但是不叫代的就只有代 你知道 家長很奇怪 只要聽到你的稱呼裡面 有代課代理教師 他就覺得你好像不是很好 其實這個錯誤 很多代理教師教得比某些 這次老師教得好 可是 所以偏鄉 他為了要扭轉這種觀念說 怎麼大家都來來去去就不見了 他發明一個專聘教師 而且他要扶力不夠 就是跟正 基本上跟代理教師 正式老師差不多 好 而且將來如果 我們上課有講過 比如說如果你還沒去實習 你還可以去天鄉代理 兩年就可以第一學去實習 這是天鄉其道才有個特別規定 所以這是一個好辦法 而且將來你考正式老師 才會加分 好 比例喔 而且加百分比 你不是加兩分喔 OK 所以呢 大家自己可以去執考 那這個是給大家做補充 第四題就不用我說啊 一樣是國教法 國教法 而且我告訴大家 這是國家考試的考古 最近兩年 教你考規 他就是有時跑回來一下 因為他看了很久沒考過 我就再回來考一下 好 再來 第五題 當時嘛 我就不說 OK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因為第五題是教師專業審查會 這是過去沒有的 108年修法才出來 專門來處理教學福利 不能升任工作 這種理由 過去這種事有問題的老師 學校要自己開教訓會 各位要知道都是你的同事 這樣省起來實在有點傷感情 別在學校 各位你看 如果現在曾一靈 在劉欽學在同一個學校 有人檢舉這個曾一靈 教學福利 上課猛下單買主票 下課不理學生 然後光芒跟別人回來對不對 那家長看到就檢舉你說你 我們教學福利 我問你 你們學校就這麼點大 比如說三四十班 教明或要組九個人 扣掉主任跟那個人事 人事不能算委員 他就是協助了 這是你的同事啊 那你在開會的同事的時候 我們來審他說 嗯 要不要把曾老師給 解聘 聽起來有一點 而且那個委員是誰 大家都知道 你在學校裡面見面的時候有點 這樣很尷尬對不對 好 所以教師法108年修正 新生的這個單位 可是你學校怎麼覺得這個有問題 你覺得自己處理不了 你跟教育說 我們學校某一老師 被投訴的這個狀況 但是我們希望有教育級來調查 不要有我們來調查 這樣知道嗎 這是新單位 教師專業審查的 好 那這個單位呢 既然不在學校 那大家就不會這麼尷尬 多了 我學校的小塊 我們在學校裡 在學校裡 都有這個 在學校裡 就不會聽到 在學校裡 像上 所以 在學校裡 那小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